据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美国影片采访因为包含刺杀金正恩的虚构情节 一经问世便风波不断 并引发索尼影业遭黑客攻击 尽管朝鲜官方早已声明与此事无关 但美国联邦调查局仍坚称 以掌握充分证据显示 朝鲜是对索尼公司实施了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 他们的理由是 黑客行动是在朝鲜境内的不同服务器上完成的 不过此前曾有一些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表示 已经找到确切证据证明 索尼黑客事件即索尼内部所为 这一观点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状态 遭到了一些数据安全专家的怀疑 因为这个黑客攻击中 劫持第三方服务器的现象是比比皆是 甚至有专家认为 这是以政治推理取代科学分析 其背后折射出斯诺登事件后 美国政府对网络安全界的不信任 我们下期见